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話說這節有兩宗關於大陸的消息要和大家分享 第一宗就是關於大陸的P2P網泰平台 在11月中旬的時候 網泰平台的數字終於清零 這宗資料有什麼好說呢 原來這些平台所涉及的款額 總共是超過8000億人民幣 現在所有網泰平台都接了以後 這一筆款項恐怕要打水漂 所以有人形容 這些是另類的割韭菜 第二宗消息是關於中澳的貿易磨擦 現在中澳貿易戰恐怕會一觸即發 說下去之前 首先要呼籲各位有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謝謝大家的支持 根據大陸的媒體報導所說 截至今年11月中旬的時候 所有在中國運營的 P2P網泰公司都完全是清零 中國銀保監會首席律師劉福壽說 金融資產盲目擴張得到了根本性的扭轉 他就提到盲目擴張 其實這個形容詞 一點都不誇張 在最高峰的時候 中國竟然可以在同一時間 出現了接近6000家 P2P網泰平台 實際什麼叫做P2P網泰平台 他就是作為一個中介人 他可以經營一個網站 或者是一個Apps P2P中文可以譯作點對點 這些的所謂中介平台 其實就是一些中小型的融資平台 但是中介人本身 他就不需要在他自己 河包那處 掩錢出來借給人 錢從何來 正正就是從民眾 自己塗腰包拿錢出來 民眾為什麼會拿錢出來呢 就是因為貪圖 這些所謂P2P網泰平台 肯出一個比較高的利息給他們 他們吸引了就落搭了 上當了 當那些中介人收了民眾的錢回來以後 他就在市場上找客 無論是商業貸款也好 消費性貸款或者是 學生貸款也好 總之那個中介人就是 吃過管理費和息差 大家聽起來就好像 沒什麼問題 幾好 一家便宜就兩家獎 如果他是有一個良好的監管制度 和沒有盲目擴張的話 本來這件事就是相當健康的 之不過 正正就是因為缺乏監管 和盲目擴張的關係 而且 裡面有很多中介根本上就是 立心不良 大家看新聞報導也不少 那些網泰平台怎麼解會經常爆破呢 搞到那些阿婆阿伯 村民 私人 一個二個口喊傀口 地說自己血本無歸 那些借貸人還不起錢 只是一個 很少部份的原因 有些平台 根本上 由頭到尾都是立心不良的 想滾了一筆錢回來以後 那個 中介人 就是會捲值走人 還好過慢慢來賺息差 賺管理費 直接把本金拿走 這些以前舊底也有托水龍 那些人貪小便宜 貪過息高 走去落搭 血本無歸 這些情況已經屢見不鮮 這些就是所謂的P2P網太平台 在今年8月中的時候 大陸銀保監會主席郭樹青曾經跟傳媒說過 說會整頓這些所謂的網太平台 數量會進一步減少 終於現在就清零了 證明他說的是真的 他就交代了一些數據出來 他就說P2P網太在大陸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涉及到有幾千萬的民眾 當前出借人的資金 大約是超過八千億元人民幣 是未曾收回的 而且當中有部份肯定是很難再去追回 他就說只要有機會都會配合公安等部門去追查清收 嘗試去最大程度償還給投資者 現在的問題就是 那些P2P網太平台全部接近清零了 即是收皮了 到底在這八千億元人民幣當中 有多少是可以還給別人的呢 而有多少到最終都沒有辦法收回的呢 這個數據暫時未見得到有報道 不過我相信他在八月中的時候 這個數據應該都是真的 甚至乎就是有少無多 八千億元人民幣 哈哈哈哈 那現在分分鐘就變成打水漂了 即是沒有了 借了給那些人捲席 有些人失蹤 投資失敗 唉 即是根本上搞來搞去 其實這些正式就是叫做 糖水滾糖魚 根本上搞這些什麼網太平台 我自己的看法就是偽經濟活動 如果他真的正正經經地搞 那也叫做是經濟活動 可以促進得到發展 但是當中有太多立心不良的人 是不是 一味就想著 招種樹晚戒板 總之拿得多少就得多少 拿著一個卷脊托水龍 那這些就不健康了 這些不是叫經濟活動來的 這些叫偷騙拐騙的 當然我不是說他全部這些網太平台都是這樣的情況 但是你有些害群之馬就已經弄到你掛了 對不對 你的信如何在呢 那些民眾怎樣來去區分呢 所以現在摺光都未嘗不是一件好事來的 好了 接著就再講一下關於中澳的貿易的磨擦 現在時又有一單新的消息出來了 就是中國商務部宣布 會對於澳洲的葡萄酒實施臨時的反傾銷措施 就是以保證金的形式 其實就是一個變相的懲罰性關稅 現在那個稅率就會加到212% 那就是玩完了 那個葡萄酒的貿易是 因為大多數澳洲生產的葡萄酒 其實都是出口到中國 澳洲的貿易部長百明漢就說 這一次這樣加關稅 是會令到澳洲葡萄酒的行業 帶來毀滅性的打擊 令到受影響的澳洲企業 根本上就沒有辦法再去生存下去了 其實在今年 中國就已經對很多項的澳洲產品 採取了一些貿易的反制措施 比如說煤炭 大麥和牛肉等等 現在就再多加一種叫做葡萄酒 大家又可以同時留意美國局勢的走向 自從拜登自稱為總統當選人以後 中國對於澳洲所採取的措施的部分 是加速了的 為什麼會這樣做呢 我自己的看法就是 中國是要給拜登一個下馬威的 因為澳洲在過去這兩三年以來 就是緊跟了美國特朗普政府那套強硬對華政策 尤其是在四大範疇方面 第一就是原因 就是澳洲其實很早在2018年左右 已經封禁了華為 在當地建設5G網絡 第二件事就是今年發生的 澳洲堅持要調查武肺病毒的源頭 令到大陸很不高興 第三就是當港區國安法實施以後 澳洲就配合五眼聯盟其他幾個國家 首先就是暫停了和香港之間的引渡協議 其次就是他們都有提供一些措施出來 就是接納香港人移民去到當地 提供了一些方便快捷一些的入籍途徑 好了 第四件事就是什麼呢 就是配合美國的所謂印太戰略 大家知道澳洲就是美日印澳四方會談的其中一個重要成員 而這個美日印澳四方會談就是蓬佩奧和特朗普 想在亞洲搞這個亞洲版北約的初刑 其次就是澳洲軍隊多次就和美國軍隊 在印太地區進行聯合軍事演習 還有一樣就是剛剛發生的 就是澳洲和日本簽署了聯防協定 澳洲就可以採用日本的軍事設施 令到大陸很不高興 最少是有這四個因素 當然啦 中間還夾雜了一些口水箭 還有中國駐澳洲大使館也在當地引起了一些爭議 就令到大陸不高興 好了 現在大陸就終於出手了 其實很明顯就是想借著這個機會 第一就是想對於澳洲有一個打擊 有一個小情大戒 第二就是趁著拜登自稱為美國總統當選人的時候 他就是要給一個下馬威 同時也是要告解其他所有的國家 不要效法澳洲這一套對華政策 我相信至少是有這兩個含意 所以拜登那群幕僚說 要正確引導中國去遵守相關的貿易協議 這些全部都是廢話 你叫他聽澳洲的貿易部長百明漢怎麼說 他就說中方的做法是完全違反了中澳自由貿易協定 以及是中國對世貿組織所作出的承諾 而且大家不要忘記 中國和東盟以及另外幾個國家 一共15個國家 上個星期才簽署了RCEP 現在才簽了不夠一個月 中國又說要對澳洲採取這些貿易反制措施 那是不是會令人質疑 究竟中國簽這些有什麼作用 他會不會遵守相關的規則 所以拜登說的話 真是浪費時間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